刚才署长讲说 你认为 5月21号 应该数字就会平稳下来 所以5月28号 应该有机会解除第三级警戒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 还有封城的必要吗 当然不必了嘛 或者是升到第四级警戒的必要吗 封不封城啊 这个是完全就是 一个语义学 语义学上的问题 不是什么科学上的问题 上次不是空污吗 把空污标准往下降 我们就空气就步不来了嘛 对不对 没有电 没有电把那个 电的这个被载容量往下压 那我们就有电了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这样 会降下来 那时候呢 就升级呢 可能都不需要了 但是永远揣一带 就是说将来 这个Sportica 就是散步型的发病 会有的 我很早很早一开始就讲了 我们一直用防毒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 你防毒防毒防毒 就一定会在疫苗 群体没有免疫之前 迟早就会有破口 破口不是大不了 也不是时钟要下台 是你的政策 就刚刚讲的 这么多人说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快筛 普筛稍微提升一下 他就是不要 不干 你说什么他就不干 对不对 所以你用独裁的方式来 来这个防毒疫情 一定会出大乱子 所以现在到年底之前 我们台湾 我最乐观的是明年的年中 可不可能有大量的疫苗的 可以筛检 这个注射以后 可以把这个 明年年中 明年年中 明年 对啊 当然啦 你到年底 统统有疫苗来 你要不要一段时间 打完以后 你要一段时间才有免疫力 明年年中还要一年 是啊 还要八个礼拜 中间还要隔八个礼拜 才打第二剂 对不对 今天打明天就有免疫力 现在已经五月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是很乐观的 那我们却最主要是 这已经算乐观了 这个 算乐观了 最主要是我们的整个经济 你现在疫苗都还没有吗 所以东西完全没有啊 现在 所以保证 不过 拜托拜托 不要再讲说 你刚刚 我们连那个 这个国药的 更不要讲大陆的科兴的 我们 最主要什么 你的疫苗的人体试验 你有没有 跨种族 还有跨生理的样态 所以现在全世界还没有给孕妇用的疫苗 因为以前那些厂商 都没有拿 这些人做 人体试验的样本 而且样本要一定的数量 所以为什么有的国家只能打老人 有些不能打小孩子 也不能打哪一种的人 我们连这个都有意见 那我们的 这个 高端的疫苗 二期完了就要用 这不是自己打嘴巴吗 这是大笑话嘛 我们不要讲出去 讲出去人家都认为你们台湾的 所有的这些 学医药卫生的 全部都是笨蛋 千万不要再讲了 拜托蔡总统你不要再讲了 他到时候 他到时候如果说 6月其他的进不来 7月高端推出来 我只有这个可以打 你打不打 不打 我不是讲你啦 我说他要推的 不应该打 总统有说他要打国产疫苗 他这样说啦 这问题是这个对于 这个对于国人来讲 这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事 因为他是蛋白疫苗啦 所以对身体没什么后遗症 不能这样讲 还有这种事喔 我听药界的人跟我讲说 是蛋白疫苗 高蛋白啦 他是用重组蛋白来做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 可是那个防疫力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所谓的 四级警戒的相关规定是什么 依照这个杨署长刚才的说法的话呢 我们5月28号 非常的有机会 可以解除第三级的警戒 第三级警戒 那就既也没有封城的必要 也就不可 也就不会升高到第四级了嘛 应该不会 但是我们就算是解除了三级警戒 可能还是要维持一段时间的 是在一个三级警戒的生活上面 的状态下的生活 你的意思是这样 是